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题我也要问一下这个高博士 昨天我在这个董事长的这个粉丝团里面 我看到好几个人在po这个东西 说这鸿海公司说总统大选民调公布 老虎军团科技部内部 科技部内部AI语音民调 拜票系统正式上线 每天吃素在做即时的动态民调 那最主要是把AI的概念方案 都用语音跟你问一些东西 那为什么目前董事长参选的态度 并不明朗的情况之下 可是相关的周边的资源单位 包括鸿海公司 包括永恒基金会等等 似乎动作都没停过了 那昨天我看这个 秦才智他在这个粉丝团里面 po了一张照片 我说帅哥美女全到齐 近期加入郭振英的成员 点点点我就细数了 那这个高博士也在这边 OK 那都是一时之选 然后刘悠彤他比较熟的 那郭小姐在这边 那新的这个蔡发言人 OK那这位男士 我不太清楚是谁啊 OK 那如果没有对未来参选总统 或是在政治活动上面 有一个更高的企图 为什么要做这种高科技的 语音民调 随时掌握老百姓的 所谓价值选择的动态 第二为什么要组一个 这么真的很优秀 很青春很有战斗力的 新世代发言人 为什么呢 来你回应一下 首先第一个我先解释一下 那个老虎军团的这个 AI民调 其实这个完全 因为大家想到AI搭出去 可能会以为是我在幕后去协助 但其实真的没有 这一家民调是我们一个 老虎军团里面一个 也是还蛮忠实的粉丝 从初选就一直跟着我们到现在 那他是一个 因为其实我们粉丝里面还蛮多 是属于那种科技业 像老虎军团的团长 他本身就是一个电子业老板 有一个很活耀的 他一个女生的名字 后来他跟我招供 他是友达面板公司的高阶工程师 我告诉你 你也给我一个角度 你看我的LINE也是一只猫 对 然后那个那一位就是 我就不讲他名字 就是说那一位就是郭粉 他本身呢 他自己背后 他其实是在做AI语音相关的 一些他的公司 所以这是他自愿的 对这其实就是他希望说 能够把这个就是民调的部分 因为其实民调现在 民调公司在做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门槛 就是访员 那访员第一个成本上很贵 第二个其实时间上面 六日就比较没有办法去进行民调 所以我们就是这一个郭粉 他就说我有这个AI语音 包含辩识跟生成 郭阵营这边 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合作 你去做你的 我不管你 还是你某种程度 就是说认可跟他的合作 或是互动 是这一位先生其实非常热心的 也都一直将他的一些 就是民调的结果 share给我们看 那因为他的民调 其实是放在网路上公开的 所以其实大家都可以去监票 所以他其实也是就是说 把他很热心去做的 这个很多的这个AI民调呢 就是把这个结果 让郭董他阵营说希望去参考 那因为其实我们也还在观察 这个民调进行上 他其实也会有一些统计跟可信度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是先 会去看但是还没有真的把他纳入到说 郭振宁的一个民调的一个结果 这样子 那发言人团 是透露什么样子的讯息 发言人团其实就是因为 自从我上上上礼拜开始上节目之后 其实就会有很多媒体 记者他们其实都在询问说 为什么 第一个是为什么Amanda休假 然后第二个为什么要有人代办 那其实我也要跟大家讲说 其实郭董现在目前在媒体上的讨论 关注度相对是非常的高 大家都很关心他的下一步的动向 但是其实因为也有很多的朋友 媒体朋友其实他们会可能把一个 比较小的一个他们收到的讯息 把它变成是一个比较大的故事或剧本 所以所以郭董就是说 希望说我们这些一些他身边的幕僚 能够上一些节目啊 然后除了说可以跟大家聊一些 就是时事相关的话题以外 然后也能够帮助他去 可能适时的去澄清一些 对他比较不是那么正确的报道 那只是说因为 所以把它解释成说对选总统做准备 你觉得太跳跃了 其实因为说真的 现在政论节目我自己之前是 我也是我算我才是超数人吧 我才知道原来全台湾有十几档的 政论节目每天在 还有大概三档在筹备当中 我一开始只有我一个 然后我就发现我实在是 没有办法就是真的有这么多的节目 对所以后来其实像欣怡啊 然后像就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我们之前可能有郭董有在跟他们 讨论交流的一些青年朋友 他们也很希望说能够进来 跟我们一起做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那几个就是角色 其实就是从这个事情开始衍生出来 可能媒体就开始解读说 哇你这个是搞了一个发言人阵线 对但其实我们的发言人就是 现在是只有蔡庆宇 就是副执行长跟Amanda他之后休假回来 这样也跟大家澄清一下 虽然这个高博士在这边 我不能做跳跃式的这个解读 后面人家说 你这倾差公共 不过这个毛泽东过去讲过一句话很有意思 这个苏贞张院长也讲过这句话 他说卷旗不缴械 流窜不投降 我觉得这个feel是有的 其实卷抢我没有说要投降 我哪天亮家货的时候 我就亮家货了 我流窜 那流窜不是好听 我现在目前没有一个正规部队在那里 我闪兵游泳在那边 但是我不投降 卷旗不小谢 流窜不投降 来请问 其实郭董那时候回 其实很简单 如果你不选 你管人家讲什么 你何必拍一群人上 还给他们告知 让他们来上台来讲话 我的意思说你不需要 但是问题是我觉得他选是应该的 而且我觉得他有这个责任来选 事实上他上次就该选 他上次要是出来选的话 可能现在情况会好得多 但是他有一个心魔 就是他觉得他对中国国民党感情太深了 他觉得他没有办法背负叛党这件事情 因为你只要选一定是脱离 国民党一定该处理 这都已经讲了 所以有人就认为说他在等着换鱼 昨天国民党的攻系绝对不可能 事实上绝对不可能 第一个不能接受的事情 韩粉就不能接受 大暴动的 那第二个吴敦亦也不能接受 换了你那我这主席怎么办 光明丽露都毁了 本来要换我 我怎么会换到你 所以就算是换 也不见得是换他 你认为董事长不要再存这个想法 不要存这种想法 因为鱼是不会被换的 但是鱼是可能会抱的 会抱的 所以抱不会那么早 你都还不是总统候选人 抱怎么抱 当然是等到你像宋楚瑜新票那样 你最后一抱 你根本就死了 你一刀斌命了 所以你等他自爆就对了 对 所以再重行一下 因此 那郭董的第二个心魔就是说 我到底会不会赢 因为我已经输掉一次了 我这次如果冒这么大的代价来说 抛进 可是你不用担心 对不起中国国民党这件事 韩国瑜已经教过你了 台湾好高雄才会好 是不是 他是这样讲 那同样你听他说 中华民国好 国民党才会好 也让高雄跟着好 对 所以不是 以郭台铭来讲 我现在是要救中华民国 我不能再顾所谓国民党而已 你把你的格局 国家都不在了 党存在什么地方 中华民国派一定大于国瑜派 一定大于国民党派 所以你可以放下这个东西 我终身效忠中国国民党 我不脱离中国国民党 那你要开除我是你的事 但是为了要救这个党 救这个国家 我要出来 对一个家最负责任的男孩子是怎么样 离家 他不赖在家 他离家 他去外面打拼 哪天回来逛药门美 真正的男人是这样做事的 而且重点就是他是会赢的 他不需要去期待科 他会赢的 他因为有这么大的力量在的时候 因为有太多人有这样的期待的时候 你如果展现出这样的魄力 其实今天为什么到823 823炮战简单讲 六个字保卫中华民国 你为什么担心 你为什么出来选总统 你都已经拥有这几乎半个世界 你还要 这个就是你怕中华民国被丢掉 被发生战争 那你这样的责任 当你用这样的心态出来承担的时候 国民自然会知道 自然会体谅你 虽管你来党不来党 昨天上次周渝修来那个时期也在 他讲的话很仔细听 他说市长跟董事长非常关心FTA的问题 这是我们国家经济命脉的问题 没有错 他里面讲一个 那你对照今天 那个昨天韩国瑜 韩市长不是去美桥商会演讲吗 事后很多报导说 那些在场的那些人都说 真正重要怎么没谈呢 台湾真正的经济命脉 FTA 我没听到你有谈 他在谈说高雄的水沟 清水沟 那些商人有的在高雄有分工 他说高雄的清水沟 是一个日常性的行政事务 那不叫credit 那不叫市政绩效 我要听的不是这个东西 所以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说其实我认为柯粉 柯文哲 郭文哲只要选 柯文哲就不会选 柯文哲不会选 柯粉投总统票 一定会投给郭台 一定会流动过来 所以他也不用担心这一点 柯粉也没有说柯文哲不选 我们就不投了 不可能嘛 所以他不用担心这个 那更重要一点就是你要想 我要举一个例子 当年胡志强选台中市长 沈志慧同样是国民党 他居然也跑出来选 国民党居然没有开除他 后来我就去了解 然后沈志慧也没有很认真的在选 结果后来我去问为什么 因为备胎 因为那时候听说胡志强身体不好 万一在选举前发生什么事情 那国民党没有人 那不就完蛋了吗 所以他是以这样的身份出来选的 他以这样的身份准备 万一吴志强出事 他就是出来选市长 所以你认为国民党 应该让董事长 所以郭董的责任更重大 如果到时候韩国瑜被爆掉 那还有谁呢 你不要一直说他会爆掉 对 他如果他被爆掉 人家已经很紧张了 你会把他爆掉 如果他被爆掉的时候 国民党没有人 那你叫吴杜英出来选 谁出来选都来不及了 那这时候郭台铭 理所当然就 立刻批挂上阵 就你已经批挂上阵了 我已经在选了 你没有等他爆掉再来 我已经在选了 对 我已经在选了 所以那时候自然拿的票 全部都过来了 OK 好 这是苦林老师的观点 我们要进下段VCR之前 要上一下云端酸菜锅了 在酸菜锅之前 这是以前我一个同学 不是一个学生 他画了一个图 很有意思 他一个yes 但是里面每一个都是no no no 他传达是说 最后的yes 是由许多的no所组成的 不要担心 今天大家说 这个没可以 再多的no 都是为了建构一条 最后的yes 看看这个图 yes 里面都是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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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要怕 不要心存悲观 今天的云端酸菜锅 正是油又腻 来点酸菜去油解腻 韩国瑜市长 接待日本来的外宾 大迟到25分钟 途中他是跑去帮星云大师祝寿 祝寿没有问题 但是行程安排 怎么这么样子的 里里里里里 真的要好好的反省 韩国瑜接日本外宾 大迟到25分钟 记者问蔡英文总统 蔡英文总统说 天呐 这问题要怎么回答 真的很难回答 这个有什么难的呢 怎么搞成这样子呢 柯亦安 这个首都市长的这个发言人 小牛同学 现在已经离开了 他po了一张照片 可以让他说 非常感谢 自民党青年局参访团 与台北市政府间的意见交流 准时开始 很假故意讲准时开始 都没有顶打小牛 难怪皮有点痒 那我们来看 时代力量的林雨凯寓言 这是非常年轻的议员 他po了就不一样 韩国瑜接日本参访团 同一团 就是日本青年局的年轻议员 大迟到 议员赤涵 没把跟日本的交流放在心上 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 因为他本来就不应该算是个错误 竟然把它搞成个错误 这个错误 你真的勇敢面对